自然界最猛的捕蛇高手 吃毒蛇就像吃辣条 蛇雕为何如此奇特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蛇都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生物 尤其是那些带有剧毒的品种 更是让人无法靠近 甚至自然界中的一些大型动物 都无法抗住毒蛇的毒素 但是令人没想到的是 毒蛇也并不是无敌的 在自然界中依旧存在着 能够无视毒蛇毒素的生物 甚至能够直接将其吞下 丝毫不受影响 那么这种生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吗 其实这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猛情 名为蛇雕 从它们的名字里就能看出 蛇雕的主食必然就是蛇类了 其实自然界中能够对抗毒蛇的动物并不少 例如名气比较大的平头哥 就能够将毒蛇当作临时吃下 然而蛇雕相较于它们 就显得勇猛多了 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 蛇雕能够一口吞下一整条毒蛇 看上去十分霸气 往往还没有等蛇反应过来 就已经进入蛇雕的肚子里 蛇雕的视力非常好 所以它们在空中盘旋的时候 就能够迅速确定好任务的位置 然后快速从高空中促冲下来 从自己的爪子直接抓起蛇的身体 并且运用自己强大的咬合力 对蛇的头部发起攻击 从而使其丧失反抗的能力 这样一来蛇雕进蛇的时候 就会方便很多 值得一提的是 无论是毒蛇还是无毒蛇 蛇雕都能够一视同仁 在蛇雕面前 在强大的蛇都只是盘中攀而已 为什么蛇雕能够无视毒蛇的毒蛇 难道它们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相信很多人都会好奇 为什么毒蛇的毒性那么强 蛇雕却能够完全无视 难道它们的体内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要知道 毒蛇的毒素主要来源于 它们牙齿中分泌出的毒 并且这些毒液一般都是 进入到血液中后才会出现反应 这样一来 只要蛇雕吞下毒蛇的过程中 食道以及胃里没有伤口 那么一般情况下 就不会受到毒素的影响 既然如此 那么蛇雕在捕捉毒蛇的时候 难道没有被咬伤的风险吗 在蛇雕的身体上 几乎全都长着厚重的羽毛 这些羽毛能够帮携蛇雕 抵御辐射的叮咬 对于蛇类来说 根本无法突破这层防御 而蛇雕身上唯一没有长满羽毛的地方 就是它们的两个爪子 只是在蛇雕的腿上 却分布着厚重的鳞片 这些鳞片十分坚硬 毒蛇的毒液根本无法从中注射进去 这样一来 蛇雕就能够完全无视毒蛇的毒液 从而将其当成食物也不在话下了 有传言称 蛇雕长期使用带走毒素的毒蛇 会导致它们的羽毛也因此拥有剧毒 这是不是真的呢 事实上 专家们对蛇雕的羽毛进行研究之后 发现这种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蛇雕虽然长期使用毒蛇 但是它们本身是没有毒素的 为什么蛇雕吞下毒蛇后 会做出面向太阳的诡异动作 在人们对蛇雕的研究过程中发现 蛇雕吞下毒蛇后 会将脸面向太阳 然后不动地昂首挺胸 针对这种现象 网络上涌现出了很多说法 有人认为这是蛇雕在捕食道猎物之后 向太阳神表达谢意 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事 专家们也同中找出了真相 那么让蛇雕做出如此诡异动作的真正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蛇雕的进食方式比较特殊 所以在毒蛇被吞下后 其实是没有丧命的 因此它们会在蛇雕的体内开始不断地入 试图将蛇雕勒死 然而不得不说 蛇雕面对这种情况 依旧能够迎刃而紧 再感受到毒蛇的异动 蛇雕便开始昂首挺胸 控制身体上的肌肉与之对抗 并且这样做还能够扩张蛇雕的气团 防止其因为毒蛇窒息而死 所以在蛇雕进食以后 才会做出那样奇怪的动物 并且在蛇雕的蛇根处 还有一个特殊的物 能够防止吃下去的猎物从嘴里挪出 也能够在喂养后代的时候 将捕食道的猎物全部吞下 值得一提的是 蛇雕与其他鸟类不同 它们一次只会生下一只幼崽 并且生殖周期也比较长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蛇雕竟然没有面临病危 实在是令人震惊 不过它们依旧是一种 比较罕见的动物 在我国也属于二级保护动物 一旦有人伤害它们 就会面临严厉的处罚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ruz 大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咯 今日